回到晚年新闻要带您关心 今天在台南美岭是爆发了这一起相当离奇的命案 有这么一位比丘尼疑似因为修行的原因 因此住在台南美岭的三间宿舍 但是没想到今天早上 被这附近民众发现您看他身上出现多处的伤痕 而且躺在地上都是血已经是身亡 因此是联盟报警 而根据了解附近有居民其实养了许多只狗 但是警方目前还不能确定 这死因就是因为被动物咬伤 还是人为伤害 还要再等待法医商业才能理清 山间小路上几乎没有人烟 但二十七号早上九点半左右 一名六十七岁的理性女子 被人发现身上有多处撕裂伤 倒在路边身亡 女子是台中人 疑似是剃度出家的比丘尼 一月时和一位女友人到台南山中修行 住在梅岭大胡同部落的农舍 事发大约一个多小时前 附近民众还遇到他 提着水桶要去洗蚊帐 没想到过没多久竟然发生意外 没多久竟然发生意外 很厉害 这是事后我们知道有这一件事情 我们太太到我们族就这样说 头部手部跟脚部都有伤痕 那经过我们监视中心 去做一个踩正的动作 目前可以确定 应该是外力造成的一个受伤的情形 根据了解附近有居民养了许多只狗 但警方目前还不确定造成比丘尼死亡的原因 是动物咬伤还是人为伤害 一切都还需要等待法医相验判断 离性夫人的侄女已经到现场认识 目前园警也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调查 要积极调阅附近的监视器 尽快离清案情 接下来杨文华苏一婷台能报导